1894年9月17日,上午,10点23分,在压绿江口,大东沟海域,清朝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的舰船,相遇了。 在茫茫无边的大海里,日本联合舰队,第一游击队,首先发现北洋水师舰船。 这是因为,北洋水师的舰船,发出一大片滚滚浓烟。 在很远的地方,都能看到,第一游击队,迅速发出信号。 东北方向,发现三艘以上敌舰。日本联合舰队,根据信号判定,他们发现的是,北洋水师的主力舰队,立即进行了备战,提前进入战斗状态。 而一个多小时后的,11时30分,北洋水师正远见围楼上的哨兵,才看到日本联合舰队发出的煤烟。 慌忙备战,12时50分,中日甲午战争中,决定性的战斗。 黄海海战,打响了。那时候,北洋水师甚至还没有来得及,完成阵型部署。 由于,日本舰队多了一个多小时,战斗准备时间,得以排出,能够充分发挥。 火炮快速,舰船逊极优似的单纵阵型。 从而在海战中,击败了北洋水师。 北洋水师的舰船,为什么,会发出一大片滚滚浓烟呢? 这是因为,北洋水师舰船使用的是,开平矿物局的劣质煤。 因此,有人说,在很大程度上,北洋水师败于劣质的煤炭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我们知道,19世纪的舰船,都以蒸汽机为动力。 蒸汽机,则使用煤炭为燃料。 李鸿章奉命,创建北洋水师后,知道北洋水师的舰船,需要大量的煤炭。 便于1876年,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,唐平书,到河北唐山一带勘测。 经过勘测,唐平书发现,唐山一带,蕴藏有丰富的煤矿资源。 事宜开采煤炭。 1878年,经理鸿章奏报朝廷。 唐平书筹办,成立了开平矿物局。 在唐山开平镇开采煤矿。 1881年,开平矿物局正式投产。 故宫3000人,当年,就产煤3600吨。 此后,煤炭年产量,逐年递增。 到1889年,煤炭年产量,达到了24.7万吨。 由于产量很高。 开平矿物局开采的煤炭,除了供应北洋水师外, 还供应轮船招商局,和天津机器局。 此外,还会按照市场价格,卖给外国商人。 唐平书负责开平矿物局期间, 一直将最优质的五槽煤,供应给北洋水师。 保障舰船有充足的动力。 1892年10月7日,唐平书病逝。 开平矿物局改为张义负责。 张义原为纯青王一轩的侍从。 他是一个能力平庸,目光短浅的官员。 但由于上面有人, 依然能够得到开平矿物局总办,这个肥差。 在张义上任后,不再将最优质的五槽煤, 供应给北洋水师。 在张义看来, 北洋水师,购买煤炭价格很低, 回款缓卖,不是一个优质客户。 为什么要将最优质的五槽煤, 供应给他们呢? 于是,张义将煤矿劣质的八槽煤, 卖给北洋水师。 这批煤炭,含大量渣子。 轮船招商局,和天津机器局都不要。 在天津,积压了一千多吨。 降低价格,都无人问津。 正好卖给北洋水师。 至于最优质的五槽煤, 就留给不差钱的外国商人吧。 卖给北洋水师的,这批劣质煤炭。 银含大量渣子。 烧起来,发出滚滚浓烟。 而且,还损害舰船的动力系统。 北洋水师提督丁乳昌, 多次写信给张义。 抗议他将劣质煤炭, 卖给北洋水师的行径。 张义自持上面有人, 对丁乳昌,不理不睬。 以至于后来黄海海战爆发。 丁乳昌和张义, 还在为煤炭的问题, 反复扯皮。 北洋水师在甲午之战中全军覆没。 丁乳昌自杀殉国。 张义,依然好好的待在位置上。 日子还过得很滋润。 他将优质煤炭, 卖给外国商人。 所获得的数万两银子, 全部捐给慈禧太后, 修建颐和园。 慈禧太后,高兴得不得了。 夸他此人很会办事。 最终,张义还是亲手毁了开平矿物局。 1900年, 八国联军侵华。 张义感觉, 局势十分紊乱, 躲进天津英苏界内。 可是, 英国人, 以他长放信歌, 给义和团送信为由。 将他逮捕。 张义怕得要命, 便听从天津海关税务司, 德国人德特林之言, 委托德特林为开平矿物局。 总代理, 全权处理开平矿事务, 并将开平矿物局, 租给了英国商人梅林的代表。 开平矿物局总工程师胡佛。 但在签订合同时, 梅林逼迫翻译, 将租改为了卖。 张义没有细看合同, 昏昏然签字划压。 将开平矿物局, 以50万两银子的价格, 拱手送给梅林。 中国人投资创建的企业, 稀里糊涂地, 成了英国人的资产。 顺便说一句, 这个扮演不光彩角色的胡佛, 就是后来担任美国, 第31任总统的那个美国人。 参考文献, 青史稿, 开平矿物局等书。